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 在评估私人岛屿的价值时 除了特别看第三期分享过的影响私人岛屿价格的主要因素之外 岛屿的其他独特性也在考量范畴之内 本期分享一座位于纽约曼哈顿附近的独特岛屿 Patrick Island Patrick Island位于纽约市以北约50英里处 坐落在壮丽的Melpak湖中央 岛上建有自用直升机停机坪 从曼哈顿乘坐直升机只需15分钟 从威斯特切斯特郡机场乘坐直升机只需不到5分钟的时间 你也可以选择从大陆乘船到达该岛 俯瞰之下 这座占地11英亩的岛屿呈现爱心形状 这就是它的独特性之一 岛上郁郁葱葱 林木茂密 非常美丽 有传言称 该岛曾是安吉利娜朱莉在布拉德皮特50岁生日时赠予她的礼物 这一故事为该岛更增添了一份浪漫情调 此外 该岛的另一特色在于位于岛屿一角的两座建筑杰作 包括一座1200平方英尺的小屋和一座5000平方英尺的主住宅 设计均出自美国著名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之手 其中主住宅被认为是其职业生涯中最壮观的设计之一 与其设计的著名的流水别墅相似 该主住宅由木头和岩石共同构成 充分融合了天然岩石的存在 与岛屿和谐的融为一体 建筑有一部分悬条在水域之上 悬壁部分向湖面伸出28英尺 从窗户就可以俯瞰整片水域 这座悬壁式建筑被认为是Rite设计过的最大的住宅 几乎是流水别墅15英尺悬壁的两倍 这些特点都使得这座 位于纽约曼哈顿附近的私人岛屿值得入手 况且在私人岛屿市场成熟的美国 购买流程也相对简单便捷 外国人和美国公民在纽约市购买房地产 享有同等权利 说到同等法律保护 你可以以个人名义在纽约购买一个岛屿 也可以通过一个企业等实体 以永久持有的方式购买 然后根据法律自行处置 外国人和居民购买岛屿的额外费用也没有差别 这些费用包括税收 产权保险 律师费 录音费等 相当于岛屿价值的2%至6% Patch Island是永久产权岛屿 目前售价为995万美金 约合人民币7200万元 价格可异 感兴趣的话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